這是一個藍骨頭 但又不是典型的藍骨頭 這個東西確實能讓你好好發藍 但又不會讓你變成坐姿不良的藍骨頭 如果你家客廳跟我的一樣不大 又需要一個可以藍洋洋追劇 可以坐挺認真打電動 可以半躺看書 可以全躺平睡覺 可以方便丟到角落玩健身環的好椅子 好沙發 好藍骨頭 我有點不知道到底怎麼明確定義這個東西 總之這是我尋找了很久的最終選擇 來自美國重新定義了藍骨頭的YOKIBO 大家安 我是安生 就像畫面現在可以看到的 其實我家客廳就這麼大而已 兩三步的距離就能從電視碰到對面的牆壁 之前擺的是這種可以拉開躺平的沙發床 但是用久了有幾點是在讓我感到困擾 第一是真的很定的 視覺上就是一個巨大的東西存在以外 我很希望在這個不大的空間裡面 能夠方便我要玩健身環的時候 可以很快清出空間 這種形式的沙發實在很難隨時自己移動 第二是拉開躺下的時候 要嘛就真的是完全躺平 要嘛偶爾想半躺看電影的時候 即使用了很多枕頭之類的東拼西湊 也會因為線椎這裡懸空而缺乏支撐導致酸痛 或是看一半頸椎就開始不舒服 總之之前我最常坐的地方貓下去了 現在有個我的屁股的形狀在這裡 終於逮到機會可以換沙發了 為了達成我希望可以自己做兩個人做 和偶爾朋友來家裡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四個人做的目標 我選擇的是Yokibo的Double室內雙人沙發 還有希望能跟官方網站的示意圖一樣 有多一個東西可以搭配可以靠 所以又額外多了一個毛毛蟲 中型靠枕Pro 以及多的布套 這個我會提到詳細的用法 送來的時候是講兩大箱一小箱 這個Double雙人沙發很奇妙 其實是有兩個Yokibo MAX組成的 所以一大箱裡面就是一坨MAX 其中一箱還有雙人沙發的皮 小箱子就是毛毛蟲和額外的兩張MAX的布套 由於我主要是想要取代原本的雙人沙發床 我首先嘗試的就是把兩坨MAX的肉 塞進了Double的皮 一開始其實會有一點納悶 到底這個皮能不能撐得這麼大 很怕自己不小心塞太大力就把皮給撐破了 但用了幾瘦下來 只能說真的是自己想太多了 這個有專利的彈性纖維真的很猛 把兩坨MAX塞進去之後 如果直接攤平就會變成這樣一大坨 長寬和厚度大約是180×120和48公分 也就是比常見的標準雙人床小一點 以我身高沒有超過180來說 就是可以整個人在上面滾 如果身高更高一點 由於這個東西彈性十足 其實也可以再往外延伸 而且雖然是有兩坨MAX拼起來的 但中間並不會有界線感 不會感覺到有一條縫怪怪的 橫放再加上一條毛毛蟲來當作靠枕的話 兩個大人再加一兩個小朋友 都可以一起攤在上面 超級舒適 然後要變成比較挺一點的沙發的話 由於裡面就是一大堆小顆粒 所以直接往上面一拉 這一大坨就會站起來 然後屁股一坐就是一張沙發了 要躺平一點或是挺一點 基本上都是這樣扭一扭動一動 你想怎麼躺怎麼坐就可以變成想要的樣子 像我有時候玩一些比較需要認真專注的遊戲 甚至可以這樣坐在最高點 變成比較接近一般的餐桌椅 或是辦公椅的高度和坐姿 那如果是要拆成兩坨MAX的用法 拉鍊拉開把兩坨肉從裡面拿出來 打開這個MAX的皮 把兩個腳一邊對齊一邊抖一抖 一邊就可以塞進去把拉鍊拉起來了 即使是一個人也很好操作 我說選擇的是奢華色系的 黑奢華和亞白奢華各一個 這樣拆成兩坨MAX的用法也非常多變 譬如說我將日常丟著 一回家就可以用個比較慵懶的半躺姿勢休息 跟前面提到的Double沙發有一點像 只不過變成了單人座的沙發 然後是想要挺一點還是躺一點 都搖搖動一動就可以改變姿勢 這是我覺得最適合追劇 看電影或是看書滑下手機 甚至偶爾抱著iPad或是筆電 做一下正式的用法 或是我要打電動的時候 必須雙手拿著手把 就相對看劇看電影來說 會更需要專注一點 最常用的做法就是這樣 先讓它整條直立 然後手往後抱住整條的中間左右 一邊往後一邊往下坐 就會變成這種介於一般沙發和電腦椅的高度 又可以是相對往後躺的姿勢來說 比較淺寢比較有利於專注的坐姿 當然如果跟我一樣 回家還沒洗澡就不會想要跑到床上的話 Max整條平平的丟在地上 無論正躺側躺還是趴著 都可以當作一張小床 真正的舒服睡覺 這樣一條丟著的用法 也就可以一條兩到三個人一起做 無論是三五好友聊天玩桌遊 還是家人一起看電視打電動 像我個人是很不喜歡直接坐在地上 這樣的用法 我就覺得比直接坐在地板舒服太多太多了 而且因為像是Max的話 一顆大約只有8.5公斤 大部分成人要抱起來應該都算是非常輕鬆的 即使是兩顆Max拼起來的Double 十幾公斤的重量 就算是力氣相對小一點的女生 這樣直接用拖的 也可以很方便改變空間配置的排列組合 無論是要玩健身環、玩VR 或是突然有朋友要來家裡坐 都可以比傳統沙發彈性很多 而且要打掃的時候往旁邊一丟 平常最難清潔到的牆角也就無所遁形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包含我自己 看到這種外觀 其實就跟其他藍骨頭沒有太大差別的時候 一定都會有這個疑惑 就是再怎麼方便、再怎麼彈性 剛坐下來舒服 但是坐久了不會腰痠背痛嗎?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2023年度敗家推薦清單 應該就知道我第一個推薦的產品 就是去年入手的人生第二張Herman Miller的A-Round 這是一張公司貨要4、5萬的人體工學椅 而且在這之前我也繳過不少學費 買過一堆重看不中用的椅子 租見我的脊椎和屁股有多麼難伺候 在會不會腰痠背痛這個問題上 以我的使用經驗 我可以跟你說還真的不會 對於為什麼不會腰痠背痛 我自己其實也感到非常好奇 後來做了一下功課發現 比較常見的藍骨頭材質都是聚本乙吸發泡力 也就是俗稱的保利龍 支撐性比較差也比較不耐用 但是Yokibo的填充物是EPP 也就是聚餅吸發泡顆粒 這種材質的特性是韌性和緩衝性更好 反覆使用也不會出現疲勞現象 使用壽命長非常多 具體一點來說 這個材質會用來製作比較高級的瑜伽墊或是瑜伽柱 而且又分散成大量的小顆粒的話 當然就可以支撐整個人體的重量了 有沒有突然霍然開朗的感覺 除此之外因為EPP顆粒不吸水 也就表示不易發霉不易自身塵蠻 對於對抗台灣的濕熱氣候非常加分 而且萬一被寵物或是小朋友尿在上面 官方網站上也是說可以把顆粒分裝到洗衣袋 使用趣味洗衣精丟到洗衣機洗就好了 超級方便 至於外層的布套 也就是剛剛我以皮來形容 直接與我們皮膚接觸的彈性布料 最近幾週用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超級輕膚超級柔軟 尤其搭配裡面就是EPP顆粒 就組成了久坐也不容易悶熱的特性 即使整個人都像陷進去被包圍起來一樣 我也不曾因為感到太悶熱而想要爬起來過 那兩種布套的話 單色的這種布套 看起來會比奢華款式更滑溜一點 可能有一點點像柔軟的絲襪的感覺 奢華款式由於上面是有紋路有細節的 摸起來會比較有存在感一點 但很神奇 實際坐上去是會被撐開的 所以我的體感幾乎和單色的一樣平一樣滑溜 也不會覺得粗粗之類的 總之以我家這種酒紅色的牆壁來說 搭配黃色單色這種亮色系的布套 又丟上一條綠色毛毛蟲的話 整個顏色很跳 空間變得明亮許多 如果搭配兩款奢華的布套 看起來也會是比較沉穩 很有整體感的 兩種用法我都很喜歡 而且布套如果髒了 也就是翻過來拉鍊拉起來 洗衣機一丟就搞定了 非常容易保持乾淨 總結下 Yokibo第一個最吸引我的 就是可以坐可以握 可以躺平也可以比較正經為坐 要在上面盤腿 或是有什麼奇怪的做法也都可以 其次是可以根據一個人兩個人 三到五個人自由調整 要打掃或是玩體感的遊戲 也是一瞬間就可以清出整個客廳的空間 而且不管上述這些怎麼躺怎麼坐 都是經得起長時間皮膚接觸不悶熱 也因為能填滿與身體之間的空隙 支撐力十足又不會腰痠背痛 而且後續無論內外 都可以很方便的清潔維護 我知道這樣透過影片描述 實在很難表達這個是藍骨頭 但又不是傳統的藍骨頭的東西 到底做起來是什麼感覺 之前在研究Yogibo的時候 有找到Yogibo台灣和專業的物理治療師 來破解一些大家對於藍骨頭的迷思 我就是看了這個影片 他提到沙發會造成痠痛的一個大原因 來自於見椎的空隙 就跑去了實體門市試坐 然後這麼一坐 這個東西就出現在我家客廳了 很推薦脊椎跟我一樣挑的人 直接跑一趟門市體驗一下 北中南都有體驗據點 自己去試一下絕對是最準的 不過要小心很可能跟我一樣 屁股碰到Yogibo的瞬間 自己就會變成小智 就決定是你了 請相信我的脊椎試一下Yogibo 一次解決了我又很挑意子 又想讓空間更可以彈性運用的問題 買! 我是安生 下一個影片見